维尔打包机维修 这是离尔打包机本人外观 长这个样子 先让我们看看是什么故障情况 首先将电池插入 按下拉带 接触不是很好 启动了却不会停 有听到声音吗 可以看到轮子一直转 这可是在没按的情况下 轮子却一直转不停 这是不正常的情况 我们将电池取出 暂时一次看看 第一下正常 再按就不正常了 就一直转不停 有看到了吧 咱们开始进入维修 首先拆卸外壳螺丝 然后翻面 外壳拆解完毕 接着接电测试 萤幕亮了又通电了 拉带恢复正常了 换个方向给你们看 能看到马达再转 然后又不会动了 这问题有点击手 重新拔掉电池再插上试试 又会动了 怎么会这样 这问题出在哪 释放后再试试 结果又不会动了 基本判别应该是电路板出问题了 用电表量一下开关 是正常好的 马达也会转 那就是电路板的问题了 不会吧 再次送电测试 这次检查全部开关看看 拉带又不会动了 看看释放会不会动 马达反转会动 马达正转还是不会动 接着看另一颗磨合马达 会动是正常的 循环结束看释放 还是正常 整个动作循环都结束 拉带还是不会动 我来拆掉磨带线组试试 拉带会动了 释放 拉带依然正常能动 再次确认 现在是拔掉磨带线组的状态 拉带还是能动 释放依然没问题 然后拉带还是正常的 这下大概知道问题出在哪了吗 再把磨带接回去试试 所以出问题的地方并不一定就是那里造成的 果然拉带又不会动了 要反复交叉测试 找出所有问题点 问题应该出在磨带那里 拉带确定不会动 这是有接上的状态 最后没有更换电路板的状态下将故障解决了 其实像这种故障状况 如果能提早预防 根本不会发生 也省下了更昂贵的停机损失 像今天这种突发故障 造成的停机损失 可能已经超过我们一整年的保养费用 新节实业提供预防性维护合约 让我们来为您预见问题 预防问题 现在就扫描画面上的QR Code 或点击下方资讯栏连结 立即预约一次完全免费的产线健康检查 修好后当然要做验收了 动作都正常 但是没有切断袋子 看到没有粘接于切断 因为这是0.6的薄袋 处理后再试一次 可以切断 但也熔断了 经过再次调整 一样能切断 但没有熔断了 这样才是正常的 再一次 恢复正常了 真正的圆长集 敢让你看清每一个维修细节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就是这些